Welcome to Mandarin with Lily, a YouTube channel where you can learn and improve your Mandarin. Eventually, you will be speaking Mandarin just like a native. 2022 年是中国十二生肖的虎年,新年的准备工作从 1 月 24 日开始,一直持续到 1 月 31 日。 1 月 24 日被称为小年,元宵节是 2 月 15 日。 中国的传统节日,包括春节,都是以农历日期为准。 扫尘和半年货是人们为了准备春节主要忙的两件事。 家庭礼,礼礼外外都要打扫。 学校、公司和商店也会组织学生和员工们打扫他们的教室、办公室和商业场所。 简直是全国都在打扫卫生。 半年货,除了买吃的,还会买春联。 春联就是我们贴在门口两边的。 您可能已经知道,春联上字的含义都是表达美好祝愿的。 除夕,人们开始放假,家庭聚在一起。 在除夕夜吃的年夜饭往往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餐。 对于北方人来说,饺子一定是餐桌上的一道菜。 在南方,人们常常吃鱼、熏肠和汤圆等等。 人们在除夕夜做的另一件事是放鞭炮。 由于环境的原因,近些年来,用于庆祝活动的鞭炮规模已大幅缩减。 我记得小时候,火药味可以持续几天。 但现在,大多数家庭已经不放鞭炮了。 春节庆祝活动的另一个亮点是观看春节联欢晚会。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,在除夕夜向全国播出。 它从除夕晚上八点左右开始,到大年初一的凌晨结束。 它绝对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。 孩子还会收到红包。 猜猜就知道,红包里装的都是钱。 数量不等。 从几万块到几十块都有。 从大年初一开始,人们开始走亲访友。 中国人称之为拜年。 客人来访时会带一些礼物。 通常是食物和饮料。 我们会说一些新春祝福或新年贺词。 比如说,常用的一些新年贺词有。 新春快乐,万事如意,世事如意,五福临门,福星高照,福气满满,好运连连,合家团圆,合家幸福。 有一些新年贺词是和财连连连,财连连,恭喜发财,年年有余。 还有一些是和工作和学习有关的,工作顺利,步步高升,学业进步,前程伺紧。 2022年的春节快到了,这个春节将是我们这个视频的主题。 2022年的春节是在2月1日,所以1月31日是今年的除夕。 2022年是中国十二生肖的虎年。 新年的准备工作从1月24日开始,一直持续到1月31日。 1月24日被称为小年,元宵节是2月15日。 中国的传统节日,包括春节,都以农历日期为准。 扫尘和半年货是人们为了准备春节主要忙的两件事。 家庭里,里里外外都要打扫。 学校、公司和商店也会组织学生和员工们打扫他们的教室、公司和商业场所。 简直是全国都在打扫卫生。 半年货,除了买吃的,我们还买春联。 春联就是我们贴在门口两边的。 您可能已经知道,春联上字的含义都是表达美好祝愿的。 除夕,人们开始放假,家庭聚在一起。 在除夕夜吃的年夜饭往往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餐。 对北方人来说,饺子一定是餐桌上的一道菜。 在南方,人们常常吃鱼、熏肠和汤圆等等。 人们在除夕夜做的另一件事是放鞭炮。 由于环境的原因,今年来用于庆祝活动的鞭炮规模已大幅塑减。 我记得小时候,火药味可以持续几天,但现在大多数家庭已经不放鞭炮了。 春节庆祝活动的另一个亮点是观看春节联欢晚会。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,在除夕夜向全国播出。 他从除夕晚上八点左右开始,到大年初一的凌晨结束。 他绝对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。 孩子还会收到红包,猜猜就知道,红包里装的都是钱。 数量不等,从几万块到几十块都有。 从大年初一开始,人们开始走亲访友,中国人称之为拜年。 客人来访时会带一些礼物,通常是食物和饮料。 我们会说一些新春祝福或新年贺词。 比如说,常用的一些新年贺词有。 新春快乐,万事如意,世事如意,五福临门。 福星高照,福气满满。 合家团圆,合家幸福,好运连连。 有一些新年贺词是和财运有关的。 财源广进,恭喜发财,年年有余。 还有一些是和工作和学习有关的。 工作顺利,步步高升,学业有成,前程伺紧。